生存的第76天 大家早安 這兩隻農夫已經打了兩次的疫苗了 等他們恢復以後還要再打一次 這期間我們就先來找些別的試作吧 對了,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些村民常常會跑到我家裡面 然後聚成一團 有時候會擋到我開箱 那我們上次不是得到很多鐵軌嗎 那我就用這些鐵軌把家門口這裡圍一圈 這樣子村民他們就進不來了 這裡是我家啦 村長家是隨便誰都可以進來的嗎 把上面這一排拆掉 等一下換成玻璃 這樣我才可以清楚的看到裡面的情況 似說這些燈籠 數量已經快要不夠了 這些都是之前從雪原的村莊帶回來的 我記得圖書管理員也有機會開出燈籠的交易選項 這是在村莊的最終目標就是弄一隻製圖師出來 為了交換那個靈地浮底的探險地圖 不過探險地圖的交易 他還會需要一個指南針 那指南針我們沒有辦法合成的話 就只能靠我跟村民交易 剛好圖書管理員就可以刷出指南針的選項 所以這次應該可以順便搞定這個燈籠的量產吧 我沒記錯的話 如果沒有辦法用工作台的話 想要把製圖師伸上去會非常耗費材料 製圖師其實不難伸啦 他可以用紙換綠寶石 也可以用玻璃片換綠寶石 但是很不巧的 這兩樣我們都沒有辦法靠自己取得 所以到時候就只能用大量的綠寶石 來跟他做一些非常不划算的交易 這樣子才有辦法伸上去 好 好 總算把這一圈通通都圍起來了 那在正面的地方呢 也放了玻璃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裡面的情況 這個體質忘記把它回收起來了 好 有一隻農夫已經恢復了 那我們在注射第三次疫苗之前 先跟他換一波南瓜好了 好 另外一隻也好了 不然現在是注射疫苗 等他們恢復以後就是半夜了 半夜他們就不會不貨了 趁現在撈一點錢 光是南瓜就可以為我一天賺48個綠寶石 以後應該不會再缺錢了吧 好 你們再上去吧 欸 為什麼殭屍就站在村民的旁邊 都不攻擊啊 是不是那個半磚擋住殭屍的視線啊 沒這麼遜吧 正常來說是要讓殭屍坐礦車在那邊來回移動 但是我現在沒有礦車 就只能先用這個方法 你給我差不多一點喔 快做事啦 連殭屍也要偷來是怎樣 我先打他一下 讓他仇恨在我身上 然後再把這邊關起來 看看他會不會去攻擊村民 喔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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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他剛才可能是目標 不知道鎖定在哪一隻村民身上 看來這個東西等以後有礦車以後 還要再稍微改造一下 好 兩隻都就定位了 我們開始來進行第三次的疫苗注射吧 我丟 來人啊 為公子吃蘋果 我金蘋果都花光光了 現在這兩隻村民 他們的生命跟我同等重要 要給他保護好 我先把他旁邊的磚塊都換成 不會著火的材質 萬一這邊著火的話也燒不到他 這個外牆還是一樣用木頭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有一致性 改變了只是內裝 好 這樣子就萬無一失了 接下來不管發生什麼事 那兩隻村民是絕對不會死的 門口鋪了鐵軌 就連小殭屍也穿不進去了 現在他們唯一有可能會死亡的方式就是 例如三叉己沉屍 或者是那個掠奪者 直接用弩劍把它射死 我們還有一隻預備的工具匠 那就來把它伸上去 看這隻會不會出一個絲綢鑽符給我 我真的很需要那個酷東西 再來一樣用鐵錠把它伸上去 哇哇哇 交一次書用完 剩下的經驗值就用這個石鎬 給它伸上去好了 一次只要一顆綠寶石還好啦 我現在錢很多了 Holy shit 各位觀眾 絲綢之處的鑽石斧 哈哈哈哈 啊 今天的運氣怎麼這麼好 呵呵呵呵 那有絲綢鑽符代表什麼意思你們知道嗎 代表我們可以開始種西瓜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別忘了西瓜也是一顆就能換到一個綠寶石喔 好 兩隻農夫都恢復了 看一下 胡蘿蔔要三根換一顆 馬鈴薯是七顆換一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至少還要再打一次一秒 它們才能全部都變成一 那考慮到東西有可能換一換它會漲價 所以最穩的情況下是要再注射兩次 也就是說還要再四顆金蘋果 不過那個都是以後的事啦 現在一下子也沒辦法弄到這麼多金蘋果 不過我們之後如果去林地釜底的話 那裡倒是蠻容易發現金蘋果的 那就希望我們到時候可以再多帶一些金蘋果回來啦 呵呵呵呵 那剩下的時間 我先把這邊地再稍微整理一下 弄出一片可以種西瓜的地方 應該再往旁邊扣個兩三格就可以啦 這個系列不知不覺也快要到達一百天了嘛 那我接下來的計畫是這樣子 這次我們回村莊先把林地釜底的探險地圖弄出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林地釜底的距離應該是會離我們非常非常遠 那到時候我可能會利用地獄來快速移動 那如果要更安全的移動的話 或許把地獄天花板的基岩打穿 然後把傳送門架在那上面會更好 然後從林地釜底回來以後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應該日子會來到九十天左右吧 那到時候我們就動身前往討伐終界龍 看看能不能剛好在一百天的時候 把終界龍幹掉 那這個無工作台通關的挑戰 就剛好可以在一百天的時候完成 到時候說不定還可以再剪個百日生存之類的精華 我們這趟如果從林地釜底回來的話 應該會得到不死圖騰吧 那攻我也有了 防具也有了 如果再拿個不死圖騰 那除了掉到虛空以外我們幾乎不可能會死啊 我曾經有想過這個系列如果不幸終結的話 我是會以什麼樣的死法終結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我最可能發生的死法 應該會是用翹翅飛行的時候 忘記拿不死圖騰 然後因為地圖生成太慢的關係 讓我一頭撞到山上 體驗了動能 我覺得有可能會這樣子死喔 看來以後用翹翅飛行的時候 不死圖騰 都牢牢的握在爪子上 千萬不能放開 喔 在下雷雨耶 也不行不行 萬一打雷批中村民 讓他們變成女巫就不好了 我要趕快去睡覺了 剛好現在時間也差不多六點了 就小咪一下就起床吧 小咪一下就起床吧